风险管理第29题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当现货价格是Y,期货价格X时,最佳的避险比率是最适配现的斜率。 这个答案呢,就是基本上X轴,X轴不是现货价格,X轴是期货价格,那Y轴的话是现货价格,然后要进行回归分析时最佳避险比例是最适配现的斜率。 所以A跟C有什么不一样?A跟C,现货价格在Y轴上,当现货价格,不对,不是价格,是变动,变动才对,是变动或者用报酬率,变动或者报酬率才对。 这一题的话就是在那个期货营业员有考试考过,然后就现,你看一下,我们直接看,那个是过去,我提号我没写,可是考了大概有十次,就是余世纪应用上利用线性回归式来估计,最小风险币数就ΔS等于A加上BΔF,然后加上X, 那个X就是叫做残差项,其中误差项可以被视为就是积差风险。 那如果说你算回归式的话,你修过统计学的话,你就知道那个公司,公司就是这个样子。 所以那个是不是价格,是变动,变动。所以这一题反而你要对照,虽然这是期货分析师的题目,可是你要对照, 那个就是期货业务员也要来看一下,他反而写的更具体,他就ΔS等于A加上那个BΔF。 好了,那个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第三十题,就是跟也是跟前面有弯,就是说期货变动1%的时候,刚刚那一题就对照过来,就是X轴是期货的价格变动。 那Y轴的话就是你的资产价格的变动。那这一题的话就是说,你那个变动的时候有两个就相除嘛,意思就是说期货如果我涨1%的话,你的资产涨1.5%,所以他的β就是1.5。 所以这一题就是那个公式,就是β乘上你的那个资产的价值,除以期货每一口的价值,就是5500乘上200,这个算出来就是272.7,所以就是273口。 我上面的截图也是用我写的课本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十一题,期货合约初始价值是0,为什么是0? 因为初始价值的话,你就是成交价值,你能够成交就是有人买也有人卖,每个人都想赚钱。 就是说如果说你预期,你那个买方预期你会获利,获利的话当然就是价格当然要上升。 因为大家都不是傻瓜,要买的人要赚钱,卖的人也是赚钱,就是双方都是有把握,认为说我买可以获利,我卖也可以获利。 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说要相信市场是那个有效率的,就是预期的就利润为0,所以答案是因为预期利润为0。 接下来看三十二题,就携带成本,那只有什么东西? 每一个都写了成本成本,B跟C都写了成本,所以你就知道B跟C不是答案。 那无风险利率,答案也是是什么?你的资金成本。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风险义筹不是你的希赖成本,风险义筹不是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三十三五,我就看完了选择题。 那个估算风险值是你实际那个损益,所以就是实际实际实际上就是会顾历史上发生过的实际损益。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回缩测试,回缩测试就是看你曾经遭逢最大变故,造成什么损失。 就是叫做回缩测试。接下来看三十四题,就是价值五百元,你的那个修正的九存。 存序期间它这边,这一次就是,这一次的题目可能出题的老师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 它用的翻译方法跟过去有不大一样,以前就叫修正存序期间,它就修正存。 那这一题目应该又牵涉到什么东西?区率,区率或者凸率或者凸性。 那你是平坦,平坦的话就是等于零,就是我画面上的CON会等于零。 这算出来的结果是那个是三万,然后我上面已经有写了,就是因为CON等于零, 然后那个公式就是六乘上五百万,乘上0.1%,然后再乘上你的存序期间六,就是这样。 好了,我们看第35题。35题那个答案应该是B,可是他那个郑其汇给的答案是错误。 是员工人梦不脏是错误,那我有空再去盯证他。 因为那个上面他写,因为经营策略错误,经营策略错误是叫做策略风险。 我上面用的直接就是用会计月刊上面有写的。 他说那个,等一下我把它再往上移一点。 所以这一提成那个下列合者,经营策略错误不是作业风险。 答案是B,可是郑其汇给的答案是A,A是错误的。 我上面有那个直接我拷贝,我上面有写网址。 我直接拷贝那个会计月刊,他上面就写得很清楚。 他说策略风险不是作业风险。 说策略数。 我接下来。 根本是这两句话。 我来说是这样子。 或日待在我们所以来说。